我們這個一例一休了 立假日跟休假日 法律沒有規定你一定要安排在日曆上的 星期六或星期日 法律上只有規定你每七天 要有一天立假 要有一天休息 但每七天一天立假一天休息 它不一定是星期六或星期日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你是排班式的員工 老闆可以跟你約定什麼 你的立假日排在星期一好不好 你的休息日排在星期三好不好 它甚至沒有規定這兩者一定要連在一起 所以如果雇主你在星期六星期天 你需要用人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跟你的員工約定 我們把立假日排在星期一 有些員工立假日可以排在星期二三四五 沒有關係大家分散開來排班 每一個人的立假日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休息日也不一樣 這樣子你的人力當然還是可以調度 而你的成本也不會因為一立一休而大幅的增加 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立假日跟休息日不一定是星期天跟星期六 那如果說你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不會再去相信說 因為一立一休造成了這個星期六日 沒有辦法排班人力大幅上漲的這樣子的說詞 就算好了 然後呢 這樣也不會也是 對 Scale 來得便 感谢观看